本期节目咱们来讲讲 晋江三二四特大抢劫杀人案 2001年3月24号 福建省晋江市区 跟平时一样的那么喧嚣 那么热闹 在晋江市区的大街小巷里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到处都是人声鼎沸 正中午的时候 位于市中心的天华大酒店的大唐总台 长得漂亮端庄的服务员 正在满脸笑容的 接待着南来北往的游客 要么是退房结账的 要么是刚来入住登记的 这时候啊 一个穿着西装革履 戴着眼镜 风度翩翩的年轻的男子 拎着一个皮箱子 就走进酒店了 直接就到总台那 先生 您好 请问住几天呢 一天 这个男的呢 掏出来一张身份证递了过去 原来啊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呢 都是身份证往机器上一扫 这就完事了 过去呢 都是有个住客登记表 需要手写的 那么服务员呢 在国内宾客登记表就写上了 桃明远 广东 湛江中心街道区委员会 业务 经商 上午11点39 25 杠三 写完这些字样之后 就把这个客人呢 安排在了613房间 那么登记信息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上午11点39入住的 3月25号离开 到了613客房里面呢 这位桃明远 还没来得及放下皮箱子呢 就用手机啊 拨打电话了 喂 我在天华613客房等你 请快点过来 知道了 电话里面传出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显然 桃明远是跟那女的有约定 约定好了 此时此刻 在酒店见面 趁着那女的还没来呢 桃明远呢 脱下外套 打开皮箱子整理东西 同时呢 来来回回的 在房间转了几圈 在这之后啊 打开电视机 放大音量啊 光光的 躺在床上 闭目养神 各位这个细节 大家注意 过了一会儿啊 门铃就响了 叮咚叮咚 快开门了 快开门了 桃明远一听 一下子就从床上跳起来了 赶紧就开开门了 打开门这么一看 一个中等个头 长发皮肩 穿着黑色套裙的一个女人 手上啊 画着一个黑色的提包 站在门外边呢 这个女人呢 明显也不认识逃明远 她也是上下 打量了逃明远一下 您是 我是吴贤的朋友 快进来吧 逃明远呢 把这个女人引进房间 随手把那个请务打扰的牌子 就挂在门外边的那把手上 关上房门 把那个保险链也拴上了 钱带来了吗 逃明远这是开门见山 带来了 三十万 美金呢 这个女人呢 就坐在床檐上 在我提包里呢 逃明远说着 朝窗台前 茶几上的那个提包 挪了挪嘴 这个女人呢 也不磕头 站起来 走进窗台 弯下身子 就想打开这提包 等一下 逃明远 这时候上去了 一下摁住提包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被人盯上 楼下 有没有警车 这个女人站起身来 哎呦 她这时候心里也琢磨 毕竟是经验少 刚才没注意 于是拉开窗帘 望着楼下 就在这时候 这个女人呢 就感觉脑袋 咯的一下子 感觉被重重的 击打了一下 本能事的就转过身来了 就看见逃明远呢 挥着一把榔头 非常猙獰的 向他就砸了过来 大伙想啊 一个大男人拿着一榔头 一锤子可就敲脑袋上了 当时这女人就在地毯上昏死过去了 陶明远随后从抽屉里边拿出一根绳子 坐在这个女人的背上 用绳子套在这女人的脖子那 把这个女人的手跟脚就绑在一块了 然后呢 拿起榔头朝着这女人的脑袋 又是一锤子 血呀脑浆子呀 从这个女人的长头发里 可就渗出来了 陶明远这时候 不紧不慢的 打开女人带来的提包 把三十万人民币装进自己的提包里 然后走进卫生间 把身上的血污都擦洗干净了 随后啊 震静的离开了酒店 上了一辆出租车 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了 这天下午四点的时候 进江市陈黛镇一个姓吴的中年妇女 心里边很烦躁 在这急的都不行了 为什么呢 拨打自己女儿的手机呀 打了好几回了 就是没人接 中午的时候呢 这个吴女士啊 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面说呢 是吴贤的朋友 说有一笔美钞要兑换 那么这吴女士啊 在几年之前 就开始做兑换外币的黑市生意 这个生意 我们之前在讲一个边境案件的时候 也提到过啊 过去确实有很多人 从事黑市的这种外币的兑换 他曾经啊 跟这个叫吴贤的做过几笔生意 所以打电话的人一说是吴贤的朋友 这吴女士呢 也就相信了 随后把电话号就告诉给了自己的女儿陈婉清 让陈婉清跟这个人联系 下午两点多 陈婉清心急火燎的回到家里边 拿了二十多万 说是去天华大酒店做一笔买卖 照理说去了之后一手交钱 另一手还是交钱 这应该很快呀 你总不能在那在一块看场电影啥的吧 那应该回家了呀 可是陈婉清已经出去两个多小时了 怎么还没回来呢 陈婉清啊 已经三十多岁了 也见过大风大浪 见过场面 多大的生意也都做过 可这回呢 毕竟不一样 之前呢 都是熟人 这一回卖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心里边都没谱 所以吴女士啊 急的都不行了 赶紧招呼了几个亲朋好友 赶往天华大酒店 一探究竟 因为也不知道 女儿去哪个房间了 在那个酒店前台呢 也没有女儿入住的记录 酒店又不允许 私自打开各个房间查看 无奈之下 这吴女士只能是拨打110 向警方救助了 您各位该说了 这做黑市生意的 他不犯法吗 报警这不自投罗网吗 那还管得了那个呀 女儿的安全比天大呀 进江市公安局巡警 接到指挥中心的指令之后 就赶到了天华大酒店 挨个房间进行检查 当服务员打开613客房的时候 发现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女人 双手被反捡着 跟双脚绑在一块 啪倒在地毯上 脑袋呢 盖着棉被 把这棉被一掀开 哎呦 是血字呼啦呀 这吴女士一看 这就是我最爱的女儿 婉青啊 赶紧的吧 这可是刑事大案啊 进江刑警 真纪人员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赶到了现场进行现场勘验 法医经过初步检验得出结论 死者是因为受到他人用钝性暴力作用致其重型颅脑损伤死亡 刑侦技术人员在613客房的抽屉里提取了一条与绑在死者身上一模一样的红白相间的绳子 在卫生间的天花板顶层内找到了一把沾有血迹的榔头 床上那个黑色蹄包 什么都没有了 已经是空空如也 至此案件性质就非常明了了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抢劫杀人案 作案者以兑换美金为诱饵 设下陷阱 杀人抢劫 刑警一大队立刻组成了324特大抢劫杀人案专案组 民警啊 根据酒店总台登记的逃明远的身份证号码 还有住址等信息 通过公安系统查询 证实这是一张伪造的假身份证 当然这也是民警意料之中的 谁作案的时候拿真身份证啊 事先做好各种作案准备的凶手 不可能用自己的身份证去登记住坊啊 于是民警接下来就围绕着 吴女士接到的那个电话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其中呢 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这个人在电话里跟吴女士说 我是吴贤的朋友 这个吴贤很关键 吴贤呢是近江人 他呀在马来西亚做邪帽生意 经常往返马来西亚和中国 又认识吴贤 又知道吴女士手机号码的 肯定不会是流窗人员 另一方面来说 吴女士啊 现在已经不做外币生意了 吴女士原来的业务已经交给她的女儿陈婉青接手了 既然不知道吴女士已经金盘洗手了 那么这证明这个人不是做外币生意的同行 刑警根据这些分析得出一个推断 第一排除黑吃黑的情况 第二 作案者应该在吴贤的朋友或者他朋友的朋友之中进行排查 这就等于有了特定的侦查范围了 很快呀 这摸牌工作也就有了进展 与吴贤一起在马来西亚做邪帽生意的有一个人叫丁建 丁建说呢 他的近江的公司原来有一个业务员 那个业务员的手机号码啊 和给吴女士打电话的那个手机号是一样的 这个业务员的体貌特征 又和天华大酒店总台服务员描述的那个陶明园很相似 那个业务员叫黄志坚 是德化县人 现在呢 租住在福建石施 这黄志坚的有一个女朋友叫黄小玉啊 18岁安徽吴湖人住在石施大轮街 综合调查掌握的情况 刑警当天深夜 就采取了分头行动 一组前往石施 在石施警方的协助之下找到了黄小玉 黄小玉说呀 男朋友黄志坚傍晚的时候 到石施找过他 让他帮忙买几件衣服 随后扔下了三万块钱人民币 就匆匆离开了 临别的时候 黄志坚让黄小玉尽快离开石施回安徽吴湖老家等他去 不过黄小玉还没来得及走呢 就被民警找着了 黄小玉跟这三万块钱也都被警方给扣下了 赶到德化的追捕小组啊 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在县城给人家做保姆的黄志坚他母亲 罗秋芳 据罗秋芳说 他儿子也不叫黄志坚 儿子也不叫黄长玉 户口早就签回三明游戏了 24号晚上的时候 儿子呢曾经给他打电话 说是跟人打架了 要出去躲一段时间 当天晚上 这黄志坚呢 回了一趟家 给了他妈妈十九万 他妈就问呢 儿子 哪来这么多钱呢 我在浸江跟人赌博 赢的 因为输家耍赖 我们几个赢钱呢 就连着把那人揍了一顿 把钱分了 这黄志坚呢 把钱给妈妈留下之后 也没在家里住 就离开了 不过 他的妈妈听到民警说 儿子是抢劫杀人的 重大嫌疑人之后 这位母亲呢 还是很明事理的 给民警呢 就提供了一条 极为重要的线索 那么这条线索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说呀 黄长剑的前妻 是上海崇明岛人 在上海开了一家眼睛店 黄长剑可能逃往上海了 于是追捕黄长剑就成为了 三二四特大抢劫杀人案 专案组的最主要的任务 根据实施德化追捕组掌握的情况 专案组呢 决定兵分三路 一路人马呀 赶往安徽吴湖 对黄小玉家进行布控守候 因为之前黄长剑临走的时候说了 你去安徽等我去 另一路人马呢 去到了黄长剑的老家 也就是三明游西县 查清楚黄长剑的社会关系 想着从黄长剑与亲友的这种联系之中 发现线索 第三路人马就是到上海 到上海的追捕组啊 真是废了一番周折 直到27号才在崇明岛 找到了黄长剑的前妻张书裕 据张书裕介绍 说1993年的时候啊 他在上海一家广告公司 做广告策划 当时呢 就认识了在上海做邪貌生意的黄长剑 黄长剑当时才22岁 化名李永华 拿着香港身份证 我们在音频下面呢 会放上黄长剑的照片啊 小伙子说实话 长得是挺帅的 所以呢 俩人一来二去的啊 也就有了感情了 两个人结婚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他才知道 感情丈夫不叫李永华 而叫黄长剑 后来为什么离婚呢 因为这黄长剑呢 是风流成性 跟上海的一个女人呢 相互勾搭 在上海呢 租了一个房子 俩人同居了 后来这张淑玉啊 就知道了 这么着就离了 张淑玉也说了 其实他们俩呀 也不算离婚 就是分开了 他俩呢 有个六岁的儿子 就归了妈妈了 自从分手之后 俩人就没再联系过 看来这黄长剑 当年确实是把张淑玉的心 都给伤透了 民警一看 再接着聊 也聊不出什么了 于是啊 民警打住话题 就离开张家了 这时候 民警们又想到 找黄长剑的儿子来聊聊 即使说黄长剑 和前妻没联系 这爹跟儿子 总归或多或少 可能有联系吧 他们呢 在重鸣刑警的配合之下 就来到了黄长剑 儿子上学的幼儿园 在老师的引导下 民警和黄长剑的儿子 黄涛就在那聊开了 小朋友 你爸爸是在做什么的呀 做生意的 最近有没有来看你呀 有没有给你买什么超人玩啊 要不说民警不好当 为什么民警问的是 有没有买超人 不是问的 有没有买钢铁侠蜘蛛侠 是因为提前呢 在张淑玉那就了解到 儿子最喜欢超人 有啊 前天我才和妈妈 去酒店找爸爸来着 我爸爸还给了我 很多很多钱呢 这小孩不会撒谎啊 说的还挺来劲 俩手还在那比划着呢 于是民警一看 这张淑玉说谎了 再次来到了张家 把这情况跟张淑玉 一说张淑玉也知道 瞒不住了 阿华确实来过上海 3月26号中午 他打电话到家里 说是来上海 想看看小涛 让我带小涛到上海 洛川东路的辽宁宾馆找他 各位 这又是一个细节呀 张淑玉到现在 知道黄长剑叫黄长剑了 但依然习惯性的跟他叫阿华 张淑玉说呀 我到了宾馆 阿华说是出差要到天津 顺道来上海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 小涛在一边就打开了阿华的提包 然后就在那喊 哇 爸爸有这么多钱呢 阿华呢 就从包里拿出来了 一万五千块钱 说是给小涛的抚养费 其他的也没多说什么 我们聊了一会儿 就分开了 民警又立即赶到了辽宁宾馆 但是迟了一步 这个化名李永华的黄长剑 已经在3月27号上午退房离开了 根据线索 民警们又在上海天津一带 继续针机追捕 但是都没发现黄长剑的踪影 咱们呢 再来说说 在安徽守着的那一路民警 一直守了一个星期 也没见着黄长剑 看来黄长剑临走的时候 跟黄小玉说 让他回吴湖等他 这是声东击西的一招妙计啊 三个追捕小组 长途奔波劳累 结果是无功而返 其实啊 这三个追捕小组啊 在各地工作的时候 已经联络了很多县人 就是跟黄长剑有关系的 就都联系好了 知道有消息了 第一时间通知他们 随后三个追捕组都回到近江待命 那么到底黄长剑去哪了呢 其实当时黄长剑已经逃到了安徽省会合肥 黄长剑平时走南闯北的到哪啊 也不处啊 在合肥整理一下心情 仔细琢磨下一步打算 黄小玉那边我可是不去了 眼下只有一条路 民警们不会想到我在合肥 所以啊 我在合肥先住下来吧 于是他再次化名李永华 把身上那五万多块钱的赃款存在了银行 并且以每个月五百五十块钱的租金 租了一套房子 一开始呢 胆子小 不敢抛头露面 天天就待在出租屋里 每回呢 就是买一箱方便面 把这一箱方便面吃完了 那再去买一箱 反正就这么凑合着过着 过了一阵子呀 他实在受不了了 整天的在这出租屋里 这跟做监狱有什么区别啊 他呢 就晚上的时候 出去晃荡晃荡 在街边上呢 他就找到了一家健身中心 由于黄长健呢 长得挺帅气 身材也好 再加上 他不是有个假身份吗 一说是香港老板 健身中心呢 有一个二十岁的高挑个的 大专院校毕业的舞蹈教练 叫江平 很快就让黄长健给迷住了 江平啊 喜欢黄长健 喜欢的都不行了 黄长健 这家伙生性风流 这有艳福送上门来了 那肯定得享受享受啊 所以没过多久 俩人就同居了 就这么着 黄长健在合肥 算是又有了一个窝 可是啊 好景不长 黄长健储蓄卡上 那几万块钱 根本不够花的呀 啊 这要是自己天天吃方便面 那且够吃着呢 可是这个江平 别看长得漂亮 花销也大呀 没事就是逛商场 买东西 慢慢的黄长健 也没那么风光了 他明白 自己哪天没钱了 自己这段姻缘 也就算是玩完了 他呢 抱着侥幸的心理 向他哥哥黄长健 伸手求援 6月5号 黄长健呢 就急着跟他哥哥 联系要钱 但是这个信息 很快就传到专案组那了 专案组 根据黄长健 让他哥哥 汇款的储蓄卡账号查询 证实这个卡 是一个叫李永华的人 在4月2号 在合肥市区 金大唐一带的一家建设银行 开的户 从而做出判断 黄长健就在合肥 追捕组到达合肥之后 在合肥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 对金大唐一带的旅店出租房 进行了清查 没有发现黄长健的行踪 当刑警路过那家健身中心的时候 忽然就想起来黄小玉 在交代之中说过 黄长健呢 喜欢健身锻炼在实施的时候 几乎天天去健身中心 于是由派出所管断民警出面 拿着通缉令上黄长健的照片 暗访健身中心 还真是那句话 无巧不成书 踏破铁鞋 无密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黄长健呢 就是这健身中心的常客 跟健身中心的女教练江平 打的是火热 他呢还办了张中心的会员卡呢 天天来这健身锻炼 追捕组 在没有惊动健身中心 其他人员的情况之下 整整在这守了一个星期 可没发现黄长健露面 为了不至于被动的拖延时间 民警决定直接和江平见面 江平见到民警 听民警一说 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可是个聪明女人啊 他知道跟这男人 他长得再帅 那我也不能为他犯法呀 他就说呀 阿华早就离开合肥了 今天刚从上海打来电话 民警呢就留了几个人在合肥 继续等着 另一组人员呢 又到了上海 这回黄长健呢 还是住的辽宁酒店 可在前台旅客登记记录上 发现他是6月14号住过 就住了一天就退房了 退房之后去了哪 找不着啊 民警就想 黄长健手里的现金 肯定是不多了 他肯定还得向亲戚朋友借钱 同时黄长健和那女教练江平 又有那么一段感情 是吧 黄长健很可能会与江平继续保持联系 因此民警在这方面的布控工作 是一点也没放松 其实黄长健为什么要去上海呢 他就是去想找前妻 把那一万五千块钱要回来 之前他不是给自己儿子一万五吗 不行啊 我这不够花的了 甭儿子不儿子的了 我得要回来 伺候我的情人呢 只是碍于情面 又放弃了 离开上海以后的黄长健呢 其实挺想回近江投案的 总这么满世界的逃 这日子没法过 可是他又一想 我一旦投案自首 这外面的精彩世界 跟我可就没关系了 这才改变主意 去了广州 到广州的时候 身上已经不到两千块钱了 白天呢 就在公园马路上闲溜达 晚上呢 就到洗浴中心的那个休息房间 凑合着在那睡一宿 日子过的是很苦啊 6月19号 他呢 在这洗浴中心的那休息大厅里边 就看到一份报纸 上面有一则征婚启示 这时候他冒出一个念头 我长这么帅 我身材这么好 我为什么不在这找个富婆呢 啊 我让富婆包养我 我这日子得过多好啊 于是他呢 在一家婚介所里边 就填了一张征婚登记表 不过这回啊 他还是化名李永华 但是那个所谓的香港人的身份 不敢亮出来了 就胡乱写了一个什么公司的高级文员 几天之后 交了一百块钱 经婚介所安排 在月秀公园 与一个富婆啊 就在那约会了 这富婆吧 年纪不大 但是长的吧 就有点那样了啊 尽管穿的是珠光宝气 但是啊 实在是让黄长健提不起胃口 他在心里边把婚介所的那帮红娘 骂了一个遍呢 这不坑我吗 怎么长这么顺呢 这个富婆呢 不光脸不好看 身材也不好 黄长健 看看这富婆 再想想自己那姜平 哎呀 这人跟人怎么这么大差别呢 是吧 这家伙这富婆 这投胎时候挑的皮肤 这是免费送的吧 哈哈 因为有了这富婆了 他更想姜平了 于是忍不住在婚介所的公用电话上 打了一个长途 跟姜平聊了一回子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着 当时姜平身边还有两名近江刑警呢 6月21号 两名刑警飞往广州 在婚介所找到了黄长健的征婚登记表 只是那表上啊 并没写地址和联系电话 正当民警试图进一步了解黄长健的情况的时候 婚介所的电话响了 工作人员一接过来 不是别人打来的 正是化名李永华的黄长健 最近还有没有可以见面的女人呢 只要经济条件不错 长相一般也无所谓 请请快安排 看来黄长健也想通了 现在是积不择实了 追捕组的民警立刻受益中介人员 把他引诱过来 哎呦 您的电话啊 打来的正好 有一位年龄23岁 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想跟您见面呢 地点定在中山八路肯德基门口 时间呢 是23号上午 街头标志和上次一样 6月23号上午 黄长健还真是老老实实来到了约定地点 哪见着什么年轻女人了呀 见的是警察 一下子就让守候在这的刑警给逮住了 黄长健呢 在审讯工作之中也很配合 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对所有的罪行 那是坦诚交代 8月18号下午 在晋江市看守所 很多媒体记者呀 都来采访黄长健 黄长健在采访过程之中提了这么一个事 他说了 我想把我的眼角膜 肾 心脏 还有身上的器官捐出来 不知道要找谁 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 你们瞧我这么壮的体魄 从来没得过病 枪毙以后 这些都烧了太可惜了 只要对病人有用的 可以救人的 我都愿意捐出来 这也算是我对社会 对被害人的 一种赎罪 我啊 肾脏很好 现在得尿毒症的病人 要找一个合适的肾脏不容易 我真是心甘情愿捐出来的 但愿我的器官能多救几个人 我真的挺后悔的 我真没想到 当时在酒店里面下手那么重 把他给杀了 那时候我心里特别的紧张 其实我为什么作案 跟女人有关 养女人要钱 高消费要钱 没钱就混不下去 加上我这个人不愿意吃苦 不愿意让人使唤 所以就想发一笔横财 我死罪是肯定的了 唯一的要求 就是临死前 想见见我那个六岁的儿子 不知道这个愿望 能不能实现 当年八月十八号 泉州市人民检察院 将该案提起公诉 最终黄长健被依法判处死刑 在执行之前 他也如愿以偿 见到了自己六岁的儿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